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青年金剧演员郭宇昂 今年24岁 主攻的是梅派青衣 诗成张南云老师 20年毕业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剧场都关门了 开始接触的直播 咱们接下来唱一段 金剧《苏三奇戒》吧 开始就十几个人 然后还挺惊讶说 真有人愿意听戏啊 最多的时候有六千个人 很多人就说 这是他唱的吗 这是假唱吧 好吧 我就轻唱两句 我的天哪 我终于理解我的爷爷奶奶了 就是这样的评论 四岁开始学习京剧 是受我太奶奶的影响 她是票友 就会带我去戏院看戏 第一眼看到跟第一 二听到的就是情音 我觉得哇 好漂亮 听着咿咿呀呀 很好听 没想到后来学着学着自己 就真的会爱上采取走的专业的道路 十二岁的时候 去了石家装饰艺术学校进入课班 毕业之后到了北京戏曲学院 进行了大学学习 这两年大家都对传统文化 有了国风国潮的标签 但是在十几年前是完全没有的 爷爷奶奶都不听戏 这什么年代了还学京剧 住在男生宿舍里面 别人都是老生花脸 都是男生学男生的行当 唯独你一个另类 骨架宽 骨头又沉 你要走出那种轻衣的柔美 必须要付出时间的 小的时候刚演起 中场一下来 我在后台就想往处吐了 吐 你吐不出来 是因为你腰勒得太紧了 它上都反都反不上来 头上有勒 但是只要锣鼓一响 灯一亮 立马就得变一个人 就上台了 线上直播的话 它没有舞台 一个是微剧表演 所以要更好地去控制 你面部的表情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要让大家知道 你在唱的是什么 它的背景 它的典故 所以在直播间里面 我也就经常会说一些 戏文类的解说 《良辰美景奈何天》 其实出自于 《昆曲牡丹亭》里面的 一句戏文 它的下一句是什么呢 它是什么意思呀 就了解了它才能听下去 大家会主动地说 我把这个礼物 变成是我的一份心意 和一张对于金剧 从来未经过剧场的一张门票 按顺下来 然后可以有一点 然后反正给它往上夹一点 让它捧一点的那种 嗯嗯嗯 明白了 今天呢我和我的大学老师 程荣老师 一起录一期访谈节目 这孩子以前就是特别乖 特老师一孩子 然后有一次我就给他找了一个实习的伙 演《梅兰芳华》 《贵妃醉酒》 实际上有一个裴历史 老师 我把那个回了 我再学习学习 我再练一练 他很认真 怕给人演砸了 我这裴历史就那么一点事 你还要学什么呀 第二天特别高兴找我了 老师 我主动给他打电话了 我说我演唱 其实我从内心底里 是很自卑的一个人 十三四岁那会儿 变声期的时候演一出戏 上台了 但是你就发不出来声音 同学都蒙了 老师也蒙了 长达两到三年吧 根本就唱不出来的 就感觉像背叛了死刑一样 如果在那会儿放弃的话 先不说别人能不能看得起你 首先自己 你就根本看不起自己了 现在进步特别大 很好跟人交流 或许不行的 一是《上上海》 这是一个段变 再有它那个抖音 也给它锻炼了很多 后来我看了几次 有的人真的就去找唱词 把这字幕给打上 而且好多人真的就开始喜欢了 听了挺好听的 学过东西不要丢了 而且有时间的话 还是要钻一钻 因为这个东西太深了 我觉得新剧唱的是世间百态 唱的是人情世故 是上下五千年的一个文化传承 我还也在学习的过程中 众人使柴火焰高 我觉得新剧会越来越亮 有事很好吃的 各位订阅 我们就学习了 我们就学习你的